这个是2018年的荷兰的奖牌第三名 细数儿子在国际比赛中的奖牌 学家坟眼里充满骄傲 尤其这一面可是在泰国娘家获得的季军铜牌 这个是泰国的 泰国的也是第三名 他很开心 为什么 他说他要自己去 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朋友啊 就是直排轮那些室友一起自己去 他说妈妈不要跟 原本说我也要跟 他说不要 影片里儿子赖徐杰在花式绕装的国手选拔赛中 表现优雅舞步 获得评审一致肯定 而他也时常在各式国际比赛中脱颖而出 为国争光 经常给他一个快乐的成长 开心的生活 那在所有的过程当中 是没有给他压力的 不过在训练过程当中是训练这个直排轮过程当中 我们都是去台北市 台北市找国家级教练教 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教练在操他不是家长在操他 对于孩子的教育 学家分与先生秉持快乐学习开心成长的原则 不强迫式教育以孩子有兴趣的方向发展 同样也能有好成绩 教养的程度就希望他成长过程开心 每天快乐 跟同学他们和睦相处 就是要尊重长辈 有礼貌 就对 因为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 一些新住民的会看到 那我们也可能再来要邀请他 让他跟他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外籍新疆进来的 也可以我们慢慢地来接受 孙心里常常会有这种活动 我们都会去邀请这些人来 请这位今年的11年的魔化母亲 我们也来代表性 请他来讲一些他自己的心得 为了培育孩子 夫妻俩不辞辛劳 为寻找国家级教练培训 时常台北桃园两地跑 儿子也征战过荷兰 意大利表现不凡 都有赢过 对都赢过泰国的资 输给上海大陆的 对因为他们那边太强了 其他国家他都有赢 像香港啊新加坡那些都赢过 这个是母亲节 模范母亲的 拿着模范母亲的讲座 泰国籍新住民徐家芬 难掩开心神情 第一时间也向娘家报喜 并认为每一位母亲都相当伟大 且奖项也能鼓励新住民的妈妈们 台湾是个族群融合的好地方 记者吴永纯 桃园报道 感谢奥 di典 人之间 人之间